哈喽 大家好 我在上一个视频呢 就有分享的是如何选出一些 比较好的一些优质 基本面好谷 像在这个视频呢 我就分享一下 如何做一些很简单的一些固质 或者是我叫他做阿嘎嘎 固质 因为固质的东西呢 都是采来采去的 有时采多还是采少 所以我就用阿嘎嘎 去说大家都是采来采去罢的 当然这个方法呢 只是我的方法 可能你有更好的方法 这个 你自己很良吧 如果你觉得不错的话 你也是可以用下 我呢 就在这个google drive里面 做了这样的google shape 主要呢 就把全部formular放进去里面 然后就 就 以后有就方便的 自己去 来做一些固质 啊 嗯 在上个视频呢 如果你有看 注意到的话呢 我有一个股 然后就是叫Dakafu Dakafu 所以我们就来做 用Dakafu来做个example 当然 其他股也是可以的 你可以看到我这边下面 这边有很多股的啊 很多股 而且有个summary page 蛮多股的 呃 你可以看到这边 蛮多 ok ok 这些股 都是有一些比较简单的固质 也是同样用同样的一个formular 用同样的一个template 来算出来的 呀 首先呢 呃 这个是用 叫做Forwarded EPS 就是说你估计 估计呢 你要估算呢 如果这个股呢 在未来的一年 两年 三年 四年里面 它大概可以赚多少钱 呀 这个 可以赚多少钱 这个 数字呢 是很个人的啊 这个也是要看你个人的功课 个人的这个 啊 功课可以做到提升 这个东西我就不讲了 我是讲说你做了功课之后 你觉得 它可以赚多少钱 然后呢 用这个方法呢 来把它估算出来 这个方法很简单 呀 一件事情 我把它放大一点 等下你们可以自己看formular 呀 呃 比如说这个是Dagafu ok 我说了ok 我就一算它算 一年过后呢 大概是可以赚300个million 一年过后啊 呃 现在好像是200多 ok 或是接近 一年过后可以赚300 我就放300了 呀 放上去 呃 这个是 手动的 用手鞋的 呀 300 你可以看到300 打进去了 ok 然后我说要一年 就放一年了 也是手动进去的 呀 这个是manual的啊 然后呢 我觉得 呃 比如说100块 100k 呃 你预算你最少要拿到 赚到6% 因为如果你把它的100k 放在其他地方的话 你可能也是可以赚6%嘛 所以你就把这个100k的成本 也算放进去里面 所以你就拿到300 1跟6 啊 全部是手动进去的 下面这个呢 是很简单的 也是 它的这个股数是多少 你可以在这个KLSD screener里面 或是在Trading View里面 都有的 都找出来 呀 顺便一提一下 那之前我讲这个 呃 income啊 也是可以在 用过去的历史 呃 annual income 这是annual的 比如说KLSD screener里面 或是在他自己网站的annual report里面 或是在Trading View里面都有的 很方便找出来 然后你自己估算 呀 ok 今年他赚 比如说今年他赚280k 明年我计算他会赚300k 啊 我就说今年他做280k 明年可能会差一点 我计算他做 我计算他做250k 啊 也是一样 方正去罢了 呀 当然这个数字 看你个人功课 嗯 放进去之后呢 他就会帮你算一个叫做Forwarded的EPS 这个是Formula来的 Formula是这个 自己看 耶 自己看 自己找出来 然后呢 ok 这个就是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这个 PE 我是用PE来做估算的 嗯 历史PE 这个也是很干个人的 我 通常呢 是用 过去5年 最高的PE 最低的PE 跟最高的PE 放进去 我打高负呢 我用TatingView呢 算出来 呃 找到的是10.6 跟19.2 就是他过去5年里面 他的那个PE 这个link是在这边的 就在这边 嗯 嗯 当然 有些 有时候你拿到 数字又上又上 又跳又上 比如说有些拿到减的 啊 亏本亏全嘛 所以你个人呢 可能你自己要做些筛线 呀 这个是看你的经验 嗯 嗯 Takofu呢 是比较稳定 所以这个方法 就比较容易算一点 如果你说A-Asia的话 啊 这个很难啊 因为他呀 又上又跳的 所以你可能就要选一些 比如说 他过去5年 可能 比如他数字是 10 15 30 一个跑出来 然后可能又8 然后又可能又15 又18 你可能 最后呢 你可能选的就是 最高跟最低 你都不要选了 这个不要啦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 比如说拿到这个数字 这个8 你不要了 30你不要了 最后拿到什么 就是拿到15 跟18 呀 所以我最高 把最高跟最低的拿掉 因为有时候 数字怪怪的啊 你看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我讲什么东西 把拿掉 你就能拿到一个 比较中立的数字 因为这个PE 是市场给的嘛 所以你就把它算进去 那你算的时候呢 就比较正确一点 无论如何 你拿到这个 过去 他的PE啊 最高跟最低 这边呢 就有一些估算了 ok 他的方法是这样子的 方面的很简单 ok 这个PE高PE低是你要自己去找出来的 manual的 呃 我有一个 trading view的 那个方法 那是那个 我觉得也才 那个还是有待改进啊 但是我 所以我不要 我不想分享给你们 不要误导你们 呀 他也是自动的 但是我觉得 可能还要 可能要做些东西去改 改进啊 但是 用手算呢 用手写进去呢 有用手的好处啦 因为你真的是 会去 你放进去之后 你真的是会看一下 这个数字是被告 make sense的 如果你只是依靠APP的话呢 APP它只是根据过去的数据数目 数字算出来 这个数字呢 可能有什么one off gain啊 one off loss 这些东西的话 也可能是不准的 呀 这样你用手放上去的话 你心中 会有想想 诶 这个数字 也不make sense 这样你就会自己去 啊 把它调整一下 比如说我刚才讲的AH 那个 呀 调整一下 这个Takuful这种股呢 比较稳定的股 比如说Mare Bank啊 Pupe Bank啊 这些股是很稳定的 长期的啊 就是在 10到15的 哎你就知道了 这个数字是比较正确的 OK 然后我们要算它是便宜价还是贵嘛 Value嘛 所以我基本上呢 我把这个两个 这个最高跟最低的PE呢 把它分成 呃 五个部分 呀 五个部分 啊 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是什么 比如说这个Takuful它最低是10.6 最高是19.2嘛 你就把它分成五个部分 你可以你就拿到 十二 十四 十五 十七 这个是怎么分呢 就是说你19.2 点掉 10.0 再除五 你就拿到一个一个数字嘛 呀 呃这个数字是 大概是两点多吧 这样你第一个便宜的就是说 你最低是10.6 那你比较便宜的是 10.6 到12.32里面 这一个 你说10.6 到这个12.32里面 这个呢 我是把它说 这个才是 算是 undervalue吧 呀 低估 呀 然后呢 类似的一个算法呢 你就拿到 这个数字出来 啊 自己去看啊 我现在放formular 我现在把 我的这个Cursor 放在formular里面 自己看 比如说第一个 是这个 呀 第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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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 转一转 第四个 ok 自己可以抛下它 然后自己冰screenshot 也好 怎么样都好 自己自己看一下算出来 它的原理就是说 我把这个最高跟最低的 把它 呃 两个加起来 除五 拿到一个 一个gap 然后在每个数字里面 有一个阶段 有一个gap里面 算出来 把它分成五个部分 呀 然后你算出来之后呢 你就知道说 这个pe fair 这边两个啊 这个数字啊 就是14到15啊 是它这叫 我们叫做fair value 呀 12到这个是fair value 就是说比较 它应该在这个价钱里面的 长期里面 比较便宜的价钱就是 14到12到14是便宜价 ok 它便宜啊 比较贵的是 15到17是比较贵的 如果它便宜的话 就贵了 就不要 就不应该买 我们要买便宜嘛 就买这个数字 买这个价钱 但是价钱是多少呢 这个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如果你 如果我们没有apply 这个叫做discounter rate 你就拿到这个数字 如果是10.6的话 它的价钱就是 3.8 如果是19的话 就拿到6块9 这个是future啊 就是说一年过后 它可以拿到多少钱啊 啊 formular也是一样 自己看formular 你看这边 很简单吧 其实 呀 它乘上去就好了 就是它的EPS 乘上它的这个 啊 PE 就拿到这些数字 然后呢 再算它 把它每个PE 算出来了 就把 就像我刚才讲的 把它分出来 也是拿一样的 拿到这些数字 呀 啊 我把它点点 里面可以看到 一起抛起来了 就是5加乘EPS 也就是这个EPS 乘这个PE 你又拿到这些数字 这是一年过后的数字 如果你是放两年 就放两年 三年也是看你这边的 这个年 这个年是一样的 ok 然后呢 这个是一年嘛 一年你可以赚300k 但是现在是多少钱 什么叫discounting 这个叫future money 跟present money 就是说 呃 比如说现在100块 现在100块 你把它放在银行里面 可能一年过后 你就拿到103块 就是 ok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一年过后的103块 等于今天的100块 就是叫future money 就是现在的100块 这样它3%呢 就是它的discounting rate discounting rate 呀 就是它的discounting rate 这个 这个 这个是这个 这个是这种概念 如果你还是不清楚的话 自己去找一下future money 跟present money的这些 呃 原理 还是不明白的话 就放在这评论器里面 问问我吧 呀 ok 让它一年 让我们这个呢 就是算到这个就是 新钱跟今天的钱 像我看我today today today 其实today是指这一天啊 19号 9号啊 就是那天我 是我算的那天 today 是这个价钱 就算出来之后 也是一样的formular啊 自己看啊 ok 这个formular 嗯 呀 自己算 它已经算了那个discounted rate 每个算算下 你就可以拿到一个数字 自己算 自己看 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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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算出来之后呢 你就有一个range 这个range就是我们要讲的东西 清色意思是说 诶 它现在是undervalue了啊 呃 橙色是说它是fair value 它应该是在这个range里面跑的 红色是说它好像有点高 呀 好像有点高 就不适合了啊 不适合 啊 所以你就拿到 所以呢 你就看今天股价是多少钱 来比较一下 诶 这个好像不错 比较贵 这样呢 我这边有一个formular呢 啊 这边不是formular的 我是放低点 这个formular呢 是为 帮我从这个网站里面 某一个网站里面 把它 呃 今天 今天这个价钱 它显示的价钱在这边 所以现在它是显示是3块7毛4 这是打干付3块7毛4 自动的 然后我不需要去 formular我就放进去里面了 然后它 我refresh个workbook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的去找出来 呀 所以3块7毛4 所以可以看到 诶 现在股价是3块7毛4 它的Lang上那里呢 它的Lang就是between这个 Under Value跟Super Under Value 就这边嘛 这边其实就是说 这个如果是这样来算的话呢 3块7毛4算是便宜的 算是便宜 啊 而且 算是便宜的 这个意思 什么意思呢 如果 意思是说 如果达卡夫 一年过后 它可以赚到 三百个Million 那这样的 今天的股价呢 今天的股价 3块7毛4 是便宜的 因为它一年过后 它有机会 上到 4块钱 3块6 就是有机会上到4块7 啊 4块7吧 这边 啊 这个就是 所以现在买的话 3块7 好像便宜 这个就是这个 呃 Template的一个 呃 原理 啊 嗯 当然它会不会上到4块7 没有人知道 一年过后还知道 呀 这个是全部是财罢了 也不是财 所以还是有风险的啊 所以如果你要买的话呢 就尽量买在最便宜啦 啊 这样 呃 最少你知道它这 这只股它不会 它不会 它不会 呃 变成PEN17嘛 最后不会倒闭吧 因为它一直这样都是有赚钱的啊 啊 只是可能股价在低迷一点 呀 所以你就 可以这样来 啊嘎嘎 算到这个 5 是不是低还是高 那你就自己这样呢 诶 这个好像便宜哦 但是不是叫你立刻买 然后你就要用技术面 就是我一直分享的 你看我为什么一直讲Dakafu 啊 就是这个原因Dakafu 在我的list里面算是便宜 所以我就去观察它 我看一下什么时候 试试它 它3块半的时候 我也没有做什么东西 我是要等一些 比如说 呃 第二只脚啊 上乘趋势啊 上乘趋势啊 上乘MX22啊 这些东西 那时候 或是上乘筹码风啊 来判断一下 诶 这个好像可以了 啊就 就介入了 诶还是不行 就不要介入 当然你知道 但是你但是你因为你心中有这个 有这个 股价了 已经心中有数了 所以你买的时候呢 你就有底 你就holding power 你就比较安心一点 不要的随便随便卖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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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 这些是 呃 投机者的一些方法 这个方法呢 实际是 实际是长期投资 你都看我都讲一年了嘛 就说你买这个股 怎么意思呢 一年这边 你预算要后一年最少的意思 对这个意思 所以不是一天两天 或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一个月 所以要 要要这些基本面的东西呢 你就要准备长期持有的 长期持有 在 便宜的时候买入 长期持有 啊 这个话你就等到开发结果 可能要一年 可能要两年 可能要三年 呀不知道 这个没人知道的 呀 但是你有这个 template的话 你就容易一算一点 当然比如说一年过后 哎呀 他不可以做到 他赚不到300个million 他只是赚到200个million 你再重算一次 哦 不行啦 已经是over video了 那时候你就考虑cut loss ok ok 这个就是我 这个template的一个方法 你们可以 用这个formular 自己在excel表格里面自己做一个 呃 或的话呢 也是可以用这个google trade 这个google trade呢 我是share给我全部的这个双见论股里面的 channel的join member啊 他们都有这个啊 看到这个表的 意思是说 他们也是可以看到全部的这个 这个表格 看到这边数字全部有 这边有个summary page 他会自动的帮我把这个data全部放进去了 你看我这边 把全部股的就都有这个summary啊 这个 Velution的几十座啦 什么价钱啊 红色青色蓝色 这些股啊 都是放上去里面算一算 你啊 当然这个数字一直会改变的 因为 可能这个 固执 亦算盈利不一样的话 我就会去update 呃 这些数字 算出来了 然后你看到之前那些也是有些是红色的啊 看到吗 红色 哎好像比较贵 虽然是它是在我的list里面 就是我第一 刚就在在上个 在上一个spin screen出来是有 但是你看它是有些是比较贵的 哎 那就不知道啦 那就不要了 ok 如果你想要我 如果你 懒惰自己做这个template出来 啊这样的话也是 也是可以 呃 呃 参加我的这个join member 然后呢 这边呢 其实就有 我有跟我的members share的 你看这个就是了 看到吗 这个是 对了 呀 你就 时常有这个update 呀就share了 当然这个是每个一次 当然最少 啊 ok 有兴趣的就去请我喝杯咖啡吧 就有了 ok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为止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 这个方法 可能不是适合所有的人 啊 所以你要自己衡量 你的钱你自己负责 谢谢大家 多谢您回路 谢谢观看